Hello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是来自Element加密元素NFT交易平台 负责资产运营的负责人 我叫大白 我们这个平台其实是基于以太坊 然后做这种全球的NFT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市场 那我们是在8月2号上线 到现在的话应该是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想这次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通过在这段时间的这种平台的运营 还有交易资产的运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对NFT市场的一些思考 以及作为一个交易平台交易中心 怎么去应对目前来讲比较火热的这样的NFT的市场的发展 那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这边的PPT 好 对 我先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去中心化NFT市场的一个slogan 叫人人接口NFT 当然我觉得所有的NFT市场都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路径和发展的愿景 那对于我们来讲 可能我们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希望说NFT的这个市场是一个比较低的门槛的 就是人人皆可在我们的这个市场上去参与NFT的交易 以及铸造NFT 或者是去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 能够去给这个市场带来的更多的一个可能性 那下面这个数字其实正好这个也是我们页面的一个统计 就是因为我们页面当中是聚合了所有以太坊上的这个NFT资产 那这个数字其实每天都在变 其实现在的话应该已经在1600万以上的这么一个数量级了 简单说一下就是NFT的概念 当然我想相信在座的很多人其实已经都非常了解了 但是就是它大概的一个市场上的一个我们觉得一个空间 其实是在于说在这个区块链兴起之后 其实大家更多的一个热点是之前聚集在这个加密货币这个领域 那么其实NFT代表了这种一般等价物之外的这种特殊等价物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数字的资产都有可能被NFT这种模式去做资产权证的这种固定 那这样的情况下 那所有存储于数字世界中或者互联网世界中的内容都可以被交易 那么这决定了什么呢 就是从传统互联网到区块链这个互联网的过程当中 那么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有更多的这种范式转移过来 那么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也好 OpenSea也好 还有很多其他的平台 那么它其实就相当于在传统互联网世界我们了解到的像Ebay啊淘宝这样的 他只是说他们卖的是实体的一些物品商品 而我们是卖的是一个由Token去固定的数码资产 那提起NFT肯定有两个标准 就是一个是ERC721一个是ERC115 这两个智能合约其实决定了说 那么NFT的这个铸造的方式是每一个都不同 还是你可以给一个去铸造一个批量的复制品 NFT的出圈事件 这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 虽然说了很多但是很多遍大家都能看到 但是它确实有一个代表性就在于它代表了不同的领域 第一从艺术的角度 人们发现了在这个行业当中艺术的可能性 那作为这个Bepo这个美国的这个数码的艺术家 他在这个13年的时间内画了5000幅画 那其实最后得到了一个7000万美元的价格 也是比较高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其实是相当于让艺术圈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互动的一个事件 第二一个是球星卡 这个其实是属于在粉丝领域 或者说明星娱乐等等这些体育这些行业当中 我们都看到了说那这种明星知名的内容 以及知名IP NBA这种IP 他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商业的一个潜力 第三一个就是Jack Dorsey的这个第一条推特 那么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在互联网这个圈层里的名人 他带来的一个效应 那么说回我们Element Element是这样 在8月2号上线之后 我们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 大概两周的时间 我们其实就做到了说 Debt Raider这个网站上的全球前三的这么一个交易市场 NFT交易市场的这么一个排名 那么为什么会 我们觉得说还是发展挺快的 那这个发展很快的一些原因 就是我们底层的一些逻辑会是在哪 其实第一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人人可用的NFT发布工具 那么这一点上其实很多平台都有 那么但是这个发布工具是不是足够简便 用户的这种体验是不是足够好 他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理解 然后并且让自己的作品能够进行发布和铸造 那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一个是去中心化的一个NFT的交易市场 那这个其实就不用多说了 因为我们整体的都是以一个钱包逻辑去做的这么一个交易市场 并不是中心制的注册 那只要你有这个以太坊的钱包 就可以这个连接我们的交易市场随时进行交易 第三一个是那通过连接这个钱包 你其实就能够在自己的 我们在element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钱包 其实是能够展示所有NFT资产权用的 就像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收藏的一个地方一样 第四一个是在一个通过搜索排名分类的这个方式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以太坊有海量的这个资产 那么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购买NFT资产的时候 其实是面临着如何选择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提供了这么一个工具吧 相当于其实就是在这个浏览器 在我们的这个网站当中 大家向浏览器的这种索引的方式也好 搜索的方式也好 排名的方式也好 我们能看到最热的资产 或者是卖的最好的 或者是增长最快的等等等等这种分类 然后可以去挑选自己适合的这种NFT资产 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之前在天使上获得了一个 1150万的一个美金的一个投资 包括红杀、英测、SIG、Dragonfly这些都参与了进来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几个特点呢 我简单说一下 第一就是一键生成NFT 这个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是一个NFT的一个发布工具 那这个发布工具当中我们其实相对来讲尽量去融合了市面上的这些NFT这个市场当中 在铸造当中的一些用户流程上的优点 那又综合我们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 把它变成了一个几步 那你跟着这个节奏走 然后上出来的作品 撰写一个包装的文案 然后选择一个数量 同时创建一个合集 把它收录其中 那你就可以改善这个塑造 同时还要讲一个重要机制 那其实我们的平台是一个延迟商店机制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在资产成交之前是这个发布的人 是不需要付盖茨费的 只有产生收入的时候才产生商店成本 那这样其实就是为了促进整个交易的这个就是创作者的一个更多的一个上架的一个欲望 就是因为他不需要每一笔每一个作品都需要去标一个价格的时候就要付一个盖茨费了 那这种情况下能够刺激他更多的去尝试放更多的作品在上 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从智能回员角度讲 我们其实会更提供很多这个支持啊 就是支持各种的这个交易形式啊 这里包括刚才讲的我可以做721和115两种不同的安提资产发布的方式 另外一个在交易上支持一口价啊 英式拍卖荷兰拍卖啊 包括买家去溢价的这种方式去做这种合约啊 那大刀条件之后就自动执行 基本是非常大的降低了一个交易的成本啊 那同时作者还可以设置他自己的这个版权设置 他可以在他未来的交二次交易 他作品的二次交易当中产生的所有产生的收入当中的一个固定百分比啊 最高到10%的这种收益啊都可以为最初的原作带来 那么下一个要说的特点就是我们其实同步了链上的所有的NFT资产 那这个其实刚才也讲就是我们解析了这个一台访问所有的链上的资产 然后把这个结果清晰的呈现在了用户的面前啊 然后通过这种搜索分类的方式去加以优化 排名系统也是 就是因为现在NFT的资产也比较热也比较多 那么我们如何选择呢 当然就是价格是一个维度 我们可以看到说价格增长比较快的或者是价格比较高的 那我们觉得相对来讲是有一定价值 那么也会看到可能会有不同的分类当中的这种排名 也能够看到里面当中不同分类的这种成交的一些情况 那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维度 包括增长指数啊 包括热拍的时候的这个拍卖的热度啊等等这些都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我这钱包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我们的交互当中 其实是让大家可以可视化展现自己的这个内容的 那其实在很多钱包当中 这种NFT资产是一种特别冰冷的一份代码的方式体现 我们这边其实是可以直观的去展示这种NFT的资产 还有一个就是多为推荐的这种模式 这里其实不是说什么一个技术优势或者是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在这个 创建这个平台的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在运营资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其实人力的运营 以及人力的推荐和认证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是觉得说人工的推荐 和算法是要并重的 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可以看 就是因为海外的一些交易平台 它更多的可能是依靠一种技术优势 或者是它的这种想纯依靠算法或者技术去解决问题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在这个行业还不是那么成熟的情况下 人工的这种推荐和选择还是非常重要 那么多链是我们很快 马上应该就是我们看到咱们在论坛这一天 应该差不多已经一个上线了 就是我们会包括Polygon BSC 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流的区块链 我们也都进行多链的部署 这样的话它最后的呈现 我们觉得说购买NFT的消费者 应该以一个最全面的方式 在整个市场里去挑选内容 那么我们用多链的方式 把它全部放在一起 去做并怀的一个处理 然后大家就可以在同样条件下去比较 看哪一个是自己最适合的价格 以及最适合的NFT的资产 操作上的说明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易流程 那这个其实蛮简单 就是我们建立以太坊钱包 然后通过存入一定量的以太币 然后进入之后可以去创建合级上架 然后同时也可以做这种竞价 一家的这种购买的工作 那下面简单分享一些 就是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平台 我们对整个一个合作方的 在合作的时候 我们觉得是可以去 怎么去参与到NFT当中 这个也是我们在 我们在做我们的平台当中 发现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现在整个市场还是在一个高速发展 但并不成熟的一个状态 那在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可以做一些特色的这种创作的 然后那么其实也可以对NFT的这个包装 以及它未来的一个长期的权益等等 这些去做一些设计 这样的话更有助于NFT 自己的NFT的一个长期的价值 那第一首先最基础的 那一切数字化的创作物肯定都可以成为NFT 这里包括了音频的视频的 包括照片 画作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NFT的一个载体 那么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一些独立短片 之前在欧洲有这个威尼斯电解 应该是 就是它的一个获奖的短片 就通过了NFT的方式去发货 包括一些院线电影未公开的画区 包括一些单曲的售卖 还有配合周边纪念的一个纪念品的一个售卖 然后包括数码的拍摄的这种摄影作品 也非常适合直接作为一个NFT作品 另外下面这个要说的就是一个 可能在现在NFT这个火热当中 交易量最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种系列化的收集物 那这种系列化收集物 往往是依靠艺术家设计师程序员 那这些不同的角色 他们的能力集合在一起 他们其实就是最初NFT的发展当中 就非常重要的一个 其实是艺术的可编程化 那么在这种系列当中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比如像我们 这就是我们之前在我们平台发布 Must Human这个系列 它首发的1000个 大概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就 全部收集了 那么这个系列的特点 大家也可以看到 是头像类的 然后它在不同的这种组件当中 其实是加入了 就是每一个部位 比如说头发 眼睛 口罩 衣服 背景 等等这些地方 它有不同的维度的组件可以做 然后每一个维度 比如说有10个组件 那么整个加一共有240个组件 那么因为它在不同的维度 那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 那最后生成出来的这个Must Human 那就可以有非常多个 那这个项目大概是要发行Evac 然后下面的这个加密色块也是一个类似于用这种程序编程的方式去做艺术的这种方式 也去做了一个大量的一个发行 那么这个块的内容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刚才讲的程序化成潮 第二一个呢 就是还是需要一定的背景设定 还有故事 让大家对这些人物或者这些创作品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接受程度 然后第三一个相对来讲 大家都会希望说在这些作品 它都持有有长期的一种权益 使用权益 包括可能现在元宇宙游戏也慢慢兴起 那么有一些头像类的或者是人物类的 它可以最后成为元宇宙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权益 那最后其实也是最主要的 那在这个大的系列品类当中 这种头像类的其实是卖的相对来讲最好 也最火热 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它在社交当中 能够产生非常强的一个炫耀性 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去买CryptoPunk 那第一个这本NFT作品 它就是一个马赛克的头像 它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 其实就是让很多人买了之后 它一定第一时间要换成自己的社交账号的头像 它有点像一个在社交网络当中的奢侈品 因此它是现在可能最流行的一个 那么同样还有一些我们觉得看到拍了天价也好 或者是有非常强的这种纪念意义的作品 作品是什么呢 就是它会有一个时间或者事件的维度 它代表了一种事件的时间的一个稀缺性 那比如说最开始刚才前面提到Jack Dolce的第一条推统 那么同时也有很多名人留下的他在历史上的一些痕迹 那这个右边的这个就是乔布斯当时的一个1973年的时候的一个求知信 那属于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价值 尤其是名人的 那么它其实是 这其实是相对来讲 在拍卖圈里比较通用的一个玩法 因为大家知道在现实的拍卖圈里 也有各种各样的名人的手稿 等等会派出天价 同时还有一些NFT作品的权益属性 那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NFT作品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些项目也好 项目方也好 平台也好 它的一个给用户的一个凭证 这个凭证一来是他可以奖励给他的项目 或者平台当中有贡献的人 去激励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那就相当于一种劳动证明 那同时呢 他也是可以去带来一个权益的 我持有他能够得到更多的公投 能够得到未来发行的代币的这种奖励 能帮 比如说还能够用他去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作为一个线下的票据 或者说一个社群治理的投票权等等这些 那这个其实扩展延展度就很高了 而且他其实不局限在说 NFT这个资产这张图片 这个文件本身的一个价值 而是他背后所带有的一个权艺术性 那么其实还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现在还做的可能还远远不够 那包括虚拟体验 还有手办 还有周边这种著名IP的这种发延展 那这块其实也是 现在很多著名IP我们看到有NFT 但是我确实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在我们整个市场当中 因为版权的这种 这种管理上啊 追责上也好 不是特别的及时 导致有一些 内容的IP 其实是以一个没有版权的方式去做的发行 那么其实它本身的价值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主要想还要着重说一下就原宇宙游戏 在我这里没有更多的去提及 因为其实对于交易平台来讲 原宇宙游戏 那可能是它的一个资产的展现形式 展现的一个用途的地方 那么但是它非常重要 因为这一文的NFT的暴涨 还是跟原宇宙游戏有非常大关系的 就像AXIE那个游戏 它其实就体现了很好的一个NFT资产的价值 它比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权益也好 风头也好 那么这些都实实在在的让数码资产 真的成为了一个像现实当中的物品一样的 一个商品一样的一个东西 它有实际的在另外一个原宇宙世界当中的 不可消灭性和使用性 而且没有人能夺走你对它的拥有权 所以那么它就成为了这个原宇游戏 非常基础的一个经济模式和价值模式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认为说 很多内容也好 NFT也好 那一旦它能够跟原宇宙之间发生非常强的关联 那么它的价值也非常高 那么从值得投资的资产上来讲 简单说一下 就是首先就是稀缺性和流通性 这是一个平衡关系 就是说稀缺性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会往往发现如果一个作品只发了一个 那除非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大作家 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创作者 否则这种稀缺性代表不了什么 因为没有人它没有人更多的去关注你 那么流通性就是代表另外一面 就是当你发行的量足够多的时候 那会有足够多的人知道你或者拥有你的作品 但是数量过多又影响了它的整个的价值 所以这两个要做平衡 那么像现在很多这种头像类的NFT 大概大家都会发行一万个 这个数字目前看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平衡的 就是它既解决既有一定的稀缺性 那一万个这种覆盖量 又让这个人数有足够强的这种传播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共识度 这个其实就是大众的认知度 大众是不是知道你 然后你的项目的持续性 你的项目是不是今天就发了之后过两天就完了 那为什么很多的项目会有路线图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要告诉大家 在不断的销售过程中 你会持续都得到新的权益 我们持续会发展新的东西出来 第三一个应用场景 那么就像刚才讲的 我们最简单的给权益 给空头 然后给一些其他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权益 那最大的一个应用场景 就是未来的人宇宙 第四一个文化空灵 那这个多多多常见在我们在NFT挑选过程当中 大家往往会发现 为什么有的好卖 有的不好卖 除了其他元素之后之外 最主要的也还有一点 它设计成什么样 它走什么样的美术风格 那它所代表的背景的这些文化属性 是否能够在区块链的这个受众当中 达到一个足够的功名 那第三一个是作者的知名度 与资产的紧密度 作者知名度一般来说 会与这个肯定是跟作者的作品的这个价值 会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过程 但更重要的是影响的维度是一个作者 与这个NFT作品的关系 那打比方一个去世的一个作家 一个创作者 那这个创作者可能根本不知道NFT 然后也并没有去上以NFT为目标 去做这个创作艺术品 那么它的价值会受到的 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所以其实我们认为 就是说作者和NFT这个作品的关系 它是为了NFT这个形式而创作 那么其实还是有比较重要的这个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作品本身 与NFT生态的合作度 作品是否是一个系列化 当然这是现在的一个大的趋势 第二一个是作品本身是否为一个数码 原生产出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一个大的趋势 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说 这个作品本身就是以数码方式生成出来的 第三一个就是作品的背景文化 是否为主流的这种NFT所接受 那么也是刚才讲的 就是这种文化共鸣带来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这个也是说整个作品 与这个NFT生态的合作度 那它决定了说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属性 然后我这边基本就是 我这次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的 我跟我们的同事 然后我们的一个联系方式 有微信还有推特还有电报 大家可以去来去一块 我们可以加我去参与 咱们去一块去分享说 NFT的一些作品的一些可能性 也欢迎更多的这种合作方入住和加入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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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